美国联储局日前公布最新议息结果,联邦基金利率维持0.25厘,但明确表明将于3月结束买债,并且扬言很快会上调利率,令市场中人估计加息幅度及速度,可能教员先预期更应。 究竟今次开始加息,会否对本港楼市构成影响?翻查记录,参考上一次美国2015年的加息周期,期间共加息9次,利率累积上调2.25厘,但期内本港最优位利率只加一次,幅度紧0.125厘,明显远低于美国,反映美国联储局加息,香港亦不一定跟随。 再者,目前香港银行体系结余约3575亿元,资金依然充裕,因此相信香港息率有条件不跟美国步伐,退一步而言。 即使香港落实更加,但是利率只是影响楼市的众多因素之一。其他如香港整体经济走势,疫情发展,失业率,房屋供求等,均会左右楼市走势。 因此暂无必要对加息已提过于忧虑。 雪起房屋供求。 据运输及房屋局发布最新私人住宅一手市场供应资料显示。 去年第四季私人住宅施工量达1.41万伙。 较第三季近700伙大升约19倍。 创纪录季度新高,虽然上季两眼的施工量,主要原因之一是为首三季施工进度放缓而追落后。 但估物论如何,这亦将显政府及发展商积极增加供应的决心。 楼市方面,近期疫情反复,加上踏入农历新年,发展商倾向谋定而后动,令推盘步伐及销售量同时放缓。 据美联物业房地产数据及研究中心综合一手住宅物业销售资讯网资料显示。 1月首24日新盘共售约551伙。 估计全月6月700伙。 虽然属近越低位,但是新近推出的长沙环新盘销情依然热烈。 此外,由美联物业独家代理的Emeral Bay,郡龙湾,取得卓越销售成绩。 最近透过招标推售特色单位,该行连环速成六伙。 全属地下连花园的特色户。 新盘热卖。 反映市民置业需求欣赦。 优质物业不乏捧场客。 加上内地放水刺激经济。 本港楼市利好因素持续。 遥流市走势将转趋明朗。 至于二手交投则在楼价回落下。 渐见稳中向好姿势。 美联楼价指数最新报170.25点。 按周跌近0.7。 教历史高位回落近4。 另外,综合美联分行资料。 全港35个大型屋远于1月17日至23日的一个星期。 共6得68宗成交。 连续两周逼近70宗水平。 上述1、2手交投数据显示。 楼市依然有充裕购买力。 假如春节后疫情渐见受控及缓和。 相信凝聚的购买力。 将如同过往数次疫后楼市表现一样大举释放。 届时楼市有望出现小羊春。